有些动物看起来很老实很善良 但是它们一旦生气发疯起来 会让你害怕地怀疑人生 这是一头发疯的水牛 只见它用牛角不停地攻击这辆越野车 轮胎和油箱都被它给触破了 此时坐在车上的人肯定害怕极了 幸好这头牛没有朝着车门撞击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再者就是大象了 成年的大象可是重达好几顿 而且它还有两颗锋利的象牙 没事千万不要去招惹它 如果被它踹上一脚 不扁眼内伤了 这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就连鳄鱼这么凶猛的动物 大象都能把它踩在脚底下 让它毫无还手之力 可是有的人就是不听权 总喜欢去聊大象 比如这哥们居然拿竹子去挑的大象 结果大象把它的房子都给拆了 要不是大象被铁链锁着脚 估计早就冲上去踏平它了 还有的地方喜欢把大象作为斗牛对象 工人们观赏 但是有时候大象斗着斗着 就失去了理智 会直接冲向观众席 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大象体型庞大 如果它真的发疯起来 我感觉它是动物节中无敌的存在 就连十几个狮子都制服不了它 可见它的攻击力有多凶猛 所以不要看大象长得老实 你就随便招惹它 不然有你好受的